新加坡一个仅有730平方公里 资源匮乏的岛国却在全球教育舞台上频频登顿 根据最新的2023年TMSS报告 也就是Tran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新加坡四年级学生的数学、科学 八年级的数学、科学成绩再次高居榜首 领先全球层比的58个国家和5个教育系统 延续了自1995年参加以来的辉煌级 只是数学、科学好吗? 在最新出炉的2022年PSE的评估中 也就是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新加坡学生在数学、科学与阅读三项核心素养上 全部位列世界第一 数学575分、科学561分 阅读543分 领先全球参比的81个国家的70万名学生 只是在家阅读能力强吗? 根据2024年国际IB大考成绩 这个相当于中国的高考 学生平均排名全球前十的学校 新加坡就占了三所 而且还都是公立学校 这里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说的是每一所学校参加考试的所有学生的平均分 而新加坡这两所学校的考生人数分别为440、270 可是远超其他学校 这高考IB成绩好 新加坡的名校输出率也在全球名列前茅 特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名校 可以说在几乎所有的全球化教育评估中 新加坡都稳居前脸 那你说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秘密就在他独特的教育体系里 去年孙燕姿在他46岁生日时 网友问他 女神啊你什么时候付出呀 女神说 不行我得等到小孩10月份考完PSLE 这个PSLE在新加坡到底有多厉害 一代天后也得在家闭关陪考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 一考定半生的PSLE 新加坡的小学教育是六年制 学生在毕业前要参加一场全国性的小生处考试 也就是Primary School Living Examination 简称PSLE 考试科目呢包括数学 科学 英语 以及母语 哎对了 这里的母语啊 是指你的种族语言 你比如说华人学生啊就学华文 马来人学马来语 印度人呢学泰米尔语 这种英语和母语的双语学习 从小学一路到大学前 形容不离 这套双语教育啊 不仅能是学生了解自己是谁 还能学会尊重彼此的文化 最终在这个托元文化的基础上 建立对新加坡这个大家庭的认同 这一点呀 在 根据PSLE的成绩排名 学生呢会被分流到不同的中学课程班级 包括 指通车课程班 也就是Integrated Program 简称IP 会计课程班 Z Express 和普通课程班 也就是Normal 而指通车课程班IP啊 是学霸通道 六年中学 一口气读完 直接冲刺呀 后边的A Level或者 IB Diploma考试 这个相当于中国的高考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成绩 学生可以申请向 新加坡啊 英国啊 美国 澳大利亚 以及英联邦国家的世界名校 你比如像 牛津 剑桥 Huffer 麻省理工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 而IP路径啊 目标非常明确 走学术路线 即顶尖大学 另一条主流路线呀 是快捷课程班 Express 学生完成四年中学后啊 参加O Level考试 这个相当于中国的中考 然后成绩优异的 少部分学生可以升入初级学院 也就是Junior College 简称GC 学至两年 或是迁徙学院 也就是Millennial Institute 简称MI 学至三年 之后呢 同样参加A Level或者IP考试 然后申请国内外的大学 而更多的学生在O Level考试后 会直接进入理工学院与艺术院校 也就是Poly Technics and Arts Institutions 新加坡总共有五所政府理工院校 分别是新加坡理工学院 伊安理工学院 大马系理工学院 南洋理工学院 和共和理工学院 理工学院呢 提供三年制课程 那涵盖像材料 工程 商课等等这些专业 那毕业后呢 你既可以直接就业 也可以参加A Level考试 然后转向学术路线 而普通课程班呢 Normal分为普通学术 也就是Normal Academic 简称NA 和普通工艺 也就是Normal Technical 简称NT 学制呢 一般四到五年 学生呢 完成课程后呢 参加N Level考试 而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 和挑战O Level考试 继续升学 其他的大部分学生呢 会直接进入 政府公议教育学院 也就是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简称IT IT的一般培训设备 非常完善 能为学生呢 提供优质的职业技能培训 学制一般两到三年 而IT的课程呢 涵盖的也比较广泛 像工程IT 商业与服务业 健康护理 酒店旅游 美容时尚等等等等 IT毕业生呢 以技术强 就业快而入城 你比如说啊 疫情之后的2022年 IT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 为81.5% 而2023年更高 为87.8% 实力呀 可见一斑 IT毕业后呢 学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 而成绩优异的 还能升入理工学院 甚至呢 直接参加A Level考试 在转入啊 学术路线 所以如果咱们对比一下 新加坡和中国的这个教育框架呀 新加坡的PSLE 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小生初考试 而Express和Normal课程 相当于中国的初中 O Level呢 O Level呢 为中考 而GC Play和IT呢 为高中 A Level为高考 纵向来看呀 中学毕业之后 下坡的学生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成绩啊 选择三类院校 GC Play 分别对应的是学术路线 应用路线和技能路线 从表面上啊 这套分流体系分得很细啊 走向非常多 教师呢 能够英才视角 多元培养 而学生呢 教育通道呢 也比较多样 还条条大路通罗马 体系总体来看呀 务实 高效 灵活 换个角度 透过现象看 这套筛选体系的本质啊 其实就四个字 精英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呀 自然资源匮乏 唯一的资源就是人 而教育呢 成为了国家经济增长 这棵大树的根 所以你会发现 这套体系的核心特点就是 务实 强烈竞争 追求效力 而这种高强度的层层选拔 可以最大限度的 把学生精细化氛围 快速分流至不同学校 不同班级 将资源配置最优化 进而将教育效率最大化 就像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说的 对新加坡人来说 不论种族 宗教 或语言 我们必须让 有天赋的年轻人 接受最好的教育 使他们的潜力 得到最大的发挥 诶 这句话 刚好印证了 咱们刚才的逻辑 同时这种教育分流 还可以让新加坡政府 从宏观上 直接调控人力结构 比如说 综合型大学 指招25% 理工学院 PLAY 40% 公益教育学院 IT 25% 然后充分发挥 地方小 政府执行力强的优势 有计划 有目的的培养 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 然后避免 阔度的教育 和人才资源的浪费 那么他真的做到了吗 我们来看看 新加坡2025年 发布的最新就业报告 嗯 那是相当的高呀 你看 从后到尾 分得谢 配得准 结果是 国内表现亮眼 放眼全球 新加坡的人才 竞争力又如何呢 根据2023年 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也就是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简称GTCI报告 新加坡位于世界第二 仅次于Rish 而高于美国 2024年最新的 IMD世界竞争力指数 报告指出 最能满足竞争性 经济需求的教育体系中 新加坡依然 稳居世界前三 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 怪不得天后 放下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闭光陪考PSLE了 这套教育体系的核心 还是考考考 小生出分流定半生 压力这么大 这不还是会逼得 大家狂刷地搞硬是吗 我们来听听 新加坡教育部长 陈振生是这么说的 说是这么说的 那政府又做得怎么样呢 近些年来 新加坡在原有分流制度的基础上 不断改革 让学生有更多的空间 根据自身的优势 兴趣和需求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你比如说小学三年级 你发现自己好像小有天分 是个Young Sheldon 参加个数学英语能力测试 不小心过了 恭喜你进入教育部的 自由教育计划 即Gifted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这一批 为你量身定做 更具有挑战性的课程 以满足你的进阶需求 小学四年级 要考虑小生出了 发现自己母语学得太轻松 数学有点吃力 那教育体系里的按科目分班 也就是Subject Based Bending 简称SBB就来了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科表现 选择不同难度进行学习 比如说母语会有 高阶标准和基础三个选择 而数学和科学呢 有标准基础 学不懂慢点学 打好基础最重要 小学毕业后啊 我不想这么早的被中学一刀切的分入 X-Prize或者Normal班 万一我大器晚成呢 从2024年起啊 所有中学取消分流 全面推行科目编本 也就是Full Subject Based Bending 简称Full SBB 不同PSLE成绩的学生啊 混合变成一般 然后一起上音乐呀 体育呀 艺术等这些公共课程 但是像数学 科学 英语这些科目呢 会有G1 G2 G3 三个能力等级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呀 不同科目选择不同等级 而制讨机制 可以真正让 你的强项继续飞 弱项 有人服 全面发展 还不掉队 嘿嘿 新加坡的教育分流体系 重视考试不佳 但它的另一核心呀 是多元能力评价 也就是咱们说的素质教育 新加坡的中小学 每天大约12点到1点半放学 实行的是半天上课制 那下午干嘛呀 不是补习 也不是写作业 而是必须参加的课外活动 即Curricular Activities 简称CCA 你没听错 是政府要求的强制性参加 所有学生啊 必须参加至少一项CCA 那像有些核心课程啊 学生只需要学一两年 但是CCA呢 要花更多的时间 一路啊 学到毕业 而活动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 小学大概30多种 中学呢 七八十种 全部呢 是由国家财政买单 免费学 这些活动呢 大体可以分为像 体育类 表演艺术类 学会与社团类 学生 兴趣团体 等等等等 反正呀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学不到的 别小看CCA 在新加坡啊 它可不是兴趣班那么简单 学生在CCA里面的表现呀 会被正式的纳入 评分题系列 而新加坡有一套 专门评估 包含CCA在内的 非学术成就的系统 叫做Lips 2.0 Lips的五个字母呢 分别代表 Leadership Enrichment Achievement Participation 和Service 重点 苹果学生通过参加CCA活动啊 在领导力 成就 参与 和服务 四个维度的成就水平 表现非常优秀的学生呀 在申请GCE Play 和IT的时候 最多啊 可以加两分 你可不要小瞧这两分哦 这是新加坡最牛的一些 GCE的路分线 按照新加坡O-Level的 等级制评分啊 分数越低 表示成绩越有益 你比如说 小恋我的成绩啊 是六分 很不错咯 但因为啊 在CCA中 拿到了Excellent 加两分 而6-2等于4 小恋的最终成绩为4分 那这两分呀 直接把我从排名第五的诺亚 一跃跳到了顶级的GCE 弗莱士华侨这样的神仙学校 瞬间乾坤大挪一 有没有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啊 还有个很强的优势 国际化 别看国家小 教育格局极大 从课程设计 到培养路径 新加坡都非常注重 多元文化交流 和全球化 而学生呢 从中学开始 就有机会参加各种国际活动 你比如说 咱们以华侨中学为例 它的合作伙伴网络 包括全球企业 主要政府机构 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 横跨五大洲的22个国家 具体包括 与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 斯卡斯戴尔学区的全球学习联盟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积极教育合作 与美国劳动学院的 跨境研究合作 与北师大二福中 共建华侨北京卫星校园 以及与先交大福中 开展冬季校园项目等等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新加坡的基础教育啊 既体现了亚洲应试的精髓 重视数学啊科学 等应试能力的培养 强调效率和目标导向性 你比如咱们在开始就提到的 TMSS PSA IBE打考等 全球评估 同时啊又继承了 大量英式教育的基因 注重全人培养 实践能力和个性成长 而且始终坚持双语教学 鼓励学生选秀全球课程 参与国际交流 真正做到了中式饮食能力 加西式的素质教育 加面向世界的全球化事业 这就是新加坡基础教育的底色 那它的高等教育 又是怎么延伸和升级的呢 咱们呀下期接着聊 Thank you for coming guys And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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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